好醜的一個43歲裝臉男子 每當都不賣啦 但是我當時要戴在後面 要去哪裡 請我喝這個酒嗎 是的 真的嗎 Bad window 好玩笑 O... Only can't go save by You know but I'll hold on And Obitos Omas be la ro-dilla Omas be la sinza de Uma si ta de montan gau cha di amor Yeeho 親愛的觀眾朋友 你準備好了沒有 我們這一集要告訴你 最美麗的山城 最美麗的城市 還有最美麗的店家 請你跟著我們一起 開箭 觀眾朋友啊 透過食尚玩家 你是不是開始 對葡萄牙有點認識了咧 在里斯本 我們看到了葡萄牙的優雅 讓天團都捨不得離開 但是這個國家可不是只有這樣喔 它的美麗在我們離開里斯本之後 一路往北走 就這樣被我們挖掘出來啦 葡萄牙的美 不但立馬超越大哥最愛的威尼斯 還讓食尚玩家團隊回到台灣 對他還念念不忘啦 一直要我們身邊的人 快去葡萄牙玩說 客人啊 那你們準備好了嗎 準備好了咱們就出吧 你開了里斯本啊 我們開了一個小時左右 往北走 是的 那麼我們今天要到達波特 但是在波特之前 有一個非常美麗的小鎮 不容錯過 它號稱葡萄牙 最美麗的山城 對不對 它叫Obitos 是的 Obitos就是在城牆裡面的山城 對... 他們都很喜歡 把那個城堡有沒有 蓋在有一點小山坡上面對不對 對 就某人很愛這樣蓋 還有一個很厲害的稱號 叫做 鄉親啊 我們也是來到葡萄牙 才知道怎麼玩這個國家 根據參考資料 還有網友們的經驗 都馬是推薦先到里斯本 然後一路往北玩 沿途就會有許多可愛的小城鎮 像現在天團來到的地方 距離里斯本一個多小時的車程 它號稱是山谷裡的珍珠 奧必躲 這應該是既在那個時候的 一些生活點點滴滴吧 有可能喔 而且我覺得也許它可能更大片 可是因為舊了有沒有 剝落了 那邊都掉了 對啊 應該不可能就這樣喔 一開始就先送給你一個見面的 進城牆了 走路城牆耶 映入眼簾的 就是這一整片葡萄牙特有的 磁磚壁畫在迎接你啦 穿過它 美麗的奧必躲就要來囉 我覺得這一面很美 來之前有上網看 布洛克他們拍的照片 這裡就是他們第一張照片 就是說整片的都是白色房子 然後他們的顏色喔 它疊在那個房子的角落這樣子 就藍色黃色這個樣子 你看這樣走著走著 好像就走進了中古世紀了耶 怪不得當時候國王會把 這一個小三層送給皇后 當作她的禮物耶 然後皇后就依照她自己的意思 然後把她的禮物 漆成自己喜愛的顏色 走進奧必躲 真的會有種走進童話故事 裡面的感覺耶 而且她還有個故事喔 就是在1282年的時候 葡萄牙的國王把這個小鎮 當成的禮物送給皇妃 這個故事可是替奧必躲 又增添了一份浪漫的情懷啊 太厲害了 這很巧耶 所以它整個就是從以前 保留到現在的一個建築 皇后的靈魂在守護著她的禮物 對不對 這個很漂亮 大王 因為女人嘛 所以才喜歡把她自己的 住的這個地方給我 弄點花花草草的啊 所以她才那麼漂亮這樣子 女生比較細膩 奧必躲這個小鎮啊 其實還真的是不太大 差不多花一個小時就可以逛完了 不過它可是有太多角落 可以讓人住足啦 所以花個半天還嫌不夠咧 如果說我們一來葡萄牙 然後就先來這裡的話 可能會覺得這邊有點孤寂 可是去了里斯本以後 然後再來這裡也不會這樣 不會有這種感覺 就覺得這邊開朗多了喔 這邊算是純樸溫暖 然後有點那種童話故事般的 是 可愛 首先天團說要衝去看看 以前國王皇后住的城堡 雖然現在已經改成飯店了 但是整體的那個氣勢 都還是保留得很完整說 就來到塔上面來了耶 我們的景色也太好了吧 真的耶 因為是在至高點 所以一覽無影 你看 把這整個三層盡收眼底 當時候的國王皇后 就是站在這邊看著 她的所有的領土 還有她的這個老百姓 然後牽著她皇后的手這樣 慢慢的走到房間裡面去 當初國王王后 就是站在城堡上 看著他們的子民 在城牆的保護下 這個奧比多 就像一個世外桃源耶 嗨 這邊有開放讓你可以 走在城牆上面囉 可以讓你來當一下 所謂的士兵 走一千喔 兩公里走 走一千 假的 真的假的 那時候士兵就在這邊走位嗎 對 一個人站一個洞有沒有 這個至高點 他們是站這樣子的吧 就站這樣子 然後就位可以射箭有沒有 他已經射了 可以到熱遊... 一走上城牆 大哥一哥立刻變成 守衛的士兵了 通常不都是這樣兩個人走 或者是前後走有沒有 然後前後這樣走... 走的時候 帶著我從後面上來一個有沒有 先扒掉一個 我還是剩一個人的有沒有 大概就是這樣演的 真的是電影看太多啦 拔得真的一樣耶 但是一聽到這個城牆 走一圈要40分鐘 他們立刻就放棄了 說什麼逛紀念品店比較實際啦 真的是台灣種十足的觀光客啦 你看 好可愛 好可愛的一個牆面喔 對 他就把它擺在這裡耶 對啊 阿倫...拍張照吧 在別的國家真的從來沒看過店家 會把紀念品裝飾得這麼美麗的耶 在奧比多啊 真的是什麼事情都會變美麗啦 其實是牆角的一隻帽 也讓你覺得非常的有異國情調 葡萄牙的喵咪 連我們的中東攝影師 都大解放了 跳起舞來囉 在美麗的山城裡面的愛情故事 對啊 你這個是什麼 你這個是什麼 看錯啊 你這個很棒啊 好棒喔 好棒喔 目見成功耶 好可憐喔 好糗啊 好糗的一個43歲中年男子 走的30幾個國家 這是我心目中裡面 最美麗的一個城市 大哥心目中最美麗的城市 從威尼斯變成波爾圖啦 究竟他看到了什麼樣的景象 讓他毅然決然的拋棄威尼斯咧 好可憐喔 觀眾朋友啊 其實2月來葡萄牙玩 雖然有點冷 而且天氣一下子放晴 一下子又下雨的 但是沒什麼遊客啦 我覺得這種度假 才是真正的放鬆啊 觀眾朋友 我們一定要給你最美麗的畫面 為了這個美麗的畫面呢 我們品而走險 對 我們靠著牆壁走 因為如果走太出來 就要變這樣 大風景 大風景 來 董 貼著來 拜託你貼著來 好 我們現在要去吃中餐了 吃點東西吧 好餓啊 好 小心喔 有炸炒 好 這是這裡 推薦餐廳 所有推薦的 沒錯 這家餐廳是每個來過 澳壁朵的部落客都會推薦的 而且說什麼一定要坐在外面 邊吃邊繼續欣賞澳壁朵的美 才行喔 是誰說要坐在外面吃飯的啦 葡萄牙最美麗的山城 任誰也想多看它一眼 沒有錯 真的是 在葡萄牙吃飯 一定是選擇在外面吃 為什麼大家會選到裡面吃 那是因為外面客滿了 但是這一次來的時候 我深深體味 舒暢跟現實是相反的 葡萄牙都坐裡面 不好意思 夏天啊 這真是個美麗的誤會 但是容許我們貪婪的 想多看它幾眼 2月的葡萄牙 氣溫差不多10度左右啦 所以想要在外面吃飯 真的得要有堅強的體魄 辣哥一哥啊 美麗的奧比多要欣賞 但這餐點也要記得吃耶 這好像我爸爸做的那個 簡單的菜飯 菜飯 哥的菜飯 我喜歡吃這個飯 料理菜飯 料理菜飯不錯耶 鹹飯啊 濕濕的 帶點鹹味菜香的 它米麗其實有一點像 Risoto的那種飯粒這樣子 但是它比較沒有那麼的濕啦 沒有那麼的軟爛這樣 烤肉 這辣肉跟我們台灣吃的 差不多一樣的意思 味道很像 OK 飯好吃喔 肉也可以接受 其實這一盤在地人吃的 我是覺得非常推薦的 鄉親啊 阿翔吃的這一個 是當地人非常喜歡的烤肉飯 一直以來吃不慣歐洲米的我們 居然就在奧比多 找到這麼對味的餐點了 另外大哥點的則是 這個超大的漢堡啦 看起來很好吃耶 是說大哥 你是要去哪裡啊 舒服多了啦 在那邊躺不住了 沒有人在戶外吃東西 完全沒有人 沒辦法啊 你們就是天真的蒲龍公啦 反正都難得來奧比多了 怎麼可以錯過欣賞它的 每一分每一秒咧 而且在陽光下的大哥 但是大家說是不是更帥啦 我好推薦這塊肉耶 瓜哥 你看陽光灑下來有沒有 閃閃發亮 像精靈虎一樣耶 多光靈靈的喔 而且放那麼久它還那麼濕潤喔 它不只有肉味 它還有在地的沙丁魚罐頭的味道 沙丁魚香喔 所以 這塊牛肉很好吃耶 所以我是推薦大家吃牛肉 不要吃外面的漢堡皮 沒有 你要吃漢堡皮 我推薦你在室內吃 不然拿到戶外會變得硬硬的 因為太冷了 對 所以漢堡肉不錯就對了 怪不得那麼多部落客會貼薦它 OK 這個漢堡的份量真的還蠻多的 建議來玩的人 可以兩個人一起吃啦 然後不管冬天還是夏天 都一定要選這個戶外的座位 享受奧比多的美 客人啊 這就是食尚玩家旅行的堅持啦 這真是一個美麗的山城 當初如果是國王送給我 顏色應該是這樣 當初如果是國王送給我 現在應該是這樣 有一個美麗的山城 一天是醫院的醫院 歡迎來到我們的咖啡廳 在結束和奧比多的 短暫約會之後 天團一路向北啦 現在我們要去 葡萄牙北部的坡爾圖 坐了三個小時的車之後 抵達的時候天也已經黑了啦 而且噗嚨公團隊 又遇到一個大困難了 尤其中一個啦 但是我常常想要住二樓三樓 二樓三樓 沒空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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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這樓我睡 是的 在歐洲就是會遇到 這種沒電梯的公寓啦 雖然大家可以住在一起很開心 但是搬行李的時候 就是累得不累 我已經走巴了喔 好不好 到這一點 有了喔 還有幾咖啊 我要多兩樓我就累了 公收啊 你搬了幾層樓 我沒有算耶 我只覺得好累喔 超挺難的喔 住公寓還有另外一個問題 那就是沒有提供早餐 還好我們大哥哥很聰明啦 早餐奧比多就把早餐都買好了 真的啊 好 肚子餓啊 好 肚子餓啊 我都弄好了耶 喔 這是你弄的嗎 這其實不是阿姆的 我算是做了一個蛋餅的東西 不是阿姆的嗎 你好厲害喔 沒有啦 翻過來翻過去而已啦 玉子燒耶 好強喔 好強喔 但大家吃什麼就盡量點喔 不是玉子燒耶 是的 阿翔的去噗嚨公早餐店的老闆啦 大家你一言我一語的點餐 他都嘛很認分的見 反觀浩子 你看啊 他就只會在那裡怕喇涼看風景啦 其實它是很美麗的 但是你要懂得欣賞 我趕快把它關起來 我覺得我們睡覺是兩台 兩台暖氣筋 然後把它自己圍起來這樣 可是奶茶好貼心喔 雖然我想說我還是有點冷 對 然後後來他就拿那個飛風機啊 然後我往我棉被裡面吹 很舒服耶 這樣隨風機沒有壞掉 非常沒有壞掉 水蛋喔 都跳水面 好瘋狂喔 等一下... 沒有了 沒有用吹風機 沒有用吹風機 真的啊 真的吊電了 真的吊電了啦 沒有用吹風機啦 夭壽喔 又把人家的公寓搞到大跳墊了 早餐趕快吃一吃 快出發 免得被罵 客人啊 我們第一站就要直奔 波爾圖最美麗的書店 太不可思議了吧 這是書局嗎 這個是古董書局喔 這是宮廷吧 這個景就是書上有介紹嗎 旅遊書都有介紹的這裡 就是這裡 你好厲害喔 你一翻就翻中耶 太經典了 因為這裡太經典了 很多人幾乎來這邊 都是來不會來拍照吧 太不可思議了吧 我覺得一進來這邊 有很多想像空間耶 好比說這好像有一點像是 這是哈利波特有沒有 對 霍格華茲 哈利波特 魔法學校 對 然後哈利波特跟鄧布里 都好像會坐著哨把飛出來一樣 對... 會飛出來耶 他在幹嘛 展魔法嗎 哈利波特真的飛出來了 真的飛出來了 這裡還有二樓 你看 這一個樓梯有沒有 像不像百老會的某個舞台 有...有像 因為有很多百老會的舞台 也是這種古典的 對啊 會有人演出嗎 真的耶 不過他唱得比較難聽一點 進來這邊真的太多想像 你剛剛說這是個百老會舞台 如果這樣遠遠看的話 感覺它像是個船 而且是個船頭 鐵達尼號有沒有 在上面這裡 我把船頭掉了 這是鐵達尼 骯髒版的 這個有點包包啦 我覺得如果每個人都有一個 這樣子的書局的話 它的成績應該會好很多 不過說實在的喔 像這樣子的書局 然後用這樣的裝置 真的滿特別的 太特別了 你看到這個裝置有沒有看到 連軌道都有耶 這個是什麼 輕軌電車嗎 它不會有小黃電車 又跑進來了吧 還是以前這邊是坑 阿伯 礦工有沒有 好像有礦工 這以前可能是個坑道之類的 對啊 它好辛苦喔 我還有這個堆車 在一個這樣子的 這麼美麗的書店 我覺得啦 這至少是我目前為止 全世界我看到 最美麗的一個書店 最美麗的書店 你說在這邊不一定要看書 那不看書要幹嘛 你選一個小角落 然後 拿一個法式接紋 也是一個非常美麗的一本書 法式接紋 我... 我要跟你演出 好厲害喔 CD這個書店已經開了145年了耶 這裡可是讓天團充滿了無限的想像 據說哈利波特的作者陳明錢 就很常來這裡啦 搞不好他的書裡面那個移動樓梯 就是在這家書店得到靈感的說 在這個書局裡面呢 你不需要看書 光是在裡面走動 你就可以很有氣質 客人啊 這裡不僅僅是一家書店 我們更覺得是一間一廊啦 絢麗的玻璃花窗 細緻的木頭雕刻 每一個角落都美到讓人 想要把它帶回家耶 只可惜店內盡子拍照 大家只要自己來感受囉 一定要來 這是一定要來的 破圖不但有美景還有美食耶 一定要加這個辣醬 感覺不是很辣 非常讚 非常讚 細脂... 這是一個非常美味的牽連 邊走邊玩 邊玩邊吃 開始愛上葡萄牙吧 Bravo... 我擦了一隻腳 好 掛掛來 妳打步 歡迎回到食尚管家 客人啊 天團的葡萄牙之行 現在來到了北部的波爾圖啦 英語綿綿的天氣 雖然有點不美麗 但是完全不掃興 嗨 早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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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下雨天還是要開心一下 沒有辦法 我喜歡波爾圖的街道 怎麼樣 漂亮嗎 寬敞而且有延伸感耶 而且它這個波段 那個看得更明顯了 對啊 這個感覺比較像 台北的東區 東區 新義區 新義區 然後我們在里斯本 比較像大稻埕 比較復古啦 對啊 比較沒落了一點啦 我們現在在我們身後的 要來介紹一下是他們的這個 北東車站 車站 我們沒有要搭車喔 我們是要去參觀喔 觀光喔 來 這邊來看看 天團早就有備案了 遇到下雨天就往室內跑 現在就要帶大家到聖費脫火車站 不是要轉移陣地喔 而是這個車站裡頭 可是別有動天啊 這個瓶瓶 上面看到的它的每一幅瓶瓶 都是一個精采的故事 你看 這應該是個戰亂的年代啊 葡萄牙特有的瓶瓶藝術 從我們抵達的第一天開始 就隨處可見啦 不論是外牆 地板 甚至是室內的牆面 通通都麻油 而這個修道院改建而成的火車站 裡頭豐富的瓶瓶化 更是讓這裡看起來 像是一個博物館耶 總共有2萬塊的藍色瓶瓶 那本地人是來搭火車 外地人是來觀光的啊 來觀光啊 我覺得這邊 像書局也好 街道也好 火車站也好 都是一個很獨立的藝術空間耶 生活無處藝術耶 對 每一個建築 妍然都是藝術品啊 包角翔也來到這邊 整個有氣質出來了 對啊 氣質出眾 在啦... 所以製作單位安排了下一個點 非常無合兩位的氣質喔 我們現在來到了 波爾族的酒庄 是的 上次在法國經過波爾多 是在高速放路上 我看到那個波爾多 對 那個地標 然後跟它說再見 我們並沒有去拜訪 拜拜 農地所喔 好 這一次來到葡萄牙 我不會再讓第二個波爾多 從我身邊擦肩而過了 不可能了 波爾圖最有名的就是摩特酒 大家都知道有酒的地方 咱們大哥眼睛就會亮起來啦 所以出發前他還特別交代 如果這次再錯過 那他就...就下次自己來喝啦 熟悉的氣味 非常熟悉的氣味又來了 好香濃喔 濕濕涼涼的 對 然後非常濃郁的酒味這樣 它這個也不用說 好像把它放得很地窖 有沒有 很地下室 因為它這裡就非常涼爽了嘛 對啊 很濕啊 整個歐洲這邊的天氣 好多好多的橡木桶喔 對啊 咱們大哥真的是一刻都不能等啦 他直接衝酒窖了耶 看到這上千個橡木桶喔 他的心可是好癢的喔 我找到一個跟我生的一樣的 快點幫我記錄一下 你有意了 那你跟他說 你想要喝這一桶喝一口可以嗎 請我喝這個杯子嗎 是的 真的嗎 我太幸運了 他們一直猛猶豚 你在那裡真的 在印度猶豚 沒有 就是YES的意思啊 這不是印度啊 全世界的波特酒 都是從這個地區煮產地 你們來的這個酒莊 只是十幾個之中的一個而已喔 那個桶子更大耶 哪裡 怎麼會那麼大 這邊是巨人區的酒窖 你看 好大桶喔 這個就比較好急開急飲喔 隨開急飲 你看 其實是日界的隨開急飲 現在是把酒駕當Buffet嘛 還隨開急飲咧 但是說真的啦 讓浩子在這些酒桶前面 待上5分鐘 卻不給他半滴酒喝 是真的還蠻殘忍的耶 阿婆來試飲喔 我覺得看這樣可以了 可以喝了 時間到Buffet 我等太久 我沒有辦法在裡面等太久 我現在想要喝酒的慾望 已經溢出來 你知道嗎 我知道 因為這個味道一直串上來嘛 對 就像你肚子餓的時候 你聞到薯酒給你 你不想吃嗎 還有媽媽的煎蛋 天啊 誰送你 那個蛋香又來了 就很想吃了 快點給我酒精 沒有... 現在還要補鏡頭 現在我們要假裝在走路 快點給我酒精 快 大哥 遵命 立馬帶你們前往品酒區 各位 這裡真的太美麗了 這裡來酒莊 才可以看到此般的美景耶 在我們的對面 杜羅河對面就是舊城區 就是列被那個世界 世界那個什麼 列為世界文化遺址的 又來 真的 這是真的 這是入圍還是... 這是真的 拿到獎了 真的有的 對啊 當初在大航海時期 他們多麼不可一適 對不對 他們就在對面 蓋很多很多的房子 像我們現在的新義區這樣 是... 一坪200萬 300萬這樣蓋 我們昨天就住在豪宅區裡面 OK的 結果會跳電 法國有賽難河 把巴黎分成左右岸 而在葡桃牙的波爾圖 則是有杜羅河 把這座城市分成酒區和住宅區 遠遠的眺望對面一整排的房子 真的好漂亮喔 這麼美麗的風景 來喝杯酒吧 好... 客人 不好意思啦 現在我們大哥已經有點失去耐心了 我們還是先帶他去解渴一下 至於杜羅河的美景 等一下我們這裡來介紹 蜜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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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ruity 那個 水果 那個果香好多喔 好甜喔 很甜 你來試試看 你來講一下那種專業的八千 我都OK 我都OK 我敬你 這樣子喔 對 你都OK喔 我都可以接受 管他小桶 大桶 反正有就好了 對 這是美妙的時刻 是... 對啊 我覺得這應該是左餐會非常的好 那右餐呢 謝謝 恭喜我們大哥終於喝到波特酒了 為了慶祝這美麗的時刻 他說要來舉辦一場滾酒桶大賽啦 TK時尚杯滾酒桶大賽 你看有沒有怎麼不鼓掌啊 對啊 現在在我們右手邊是 我們強者風範主持人 奏角獎主持人 我們好色彩喔 我們的對手是這個若基 對手是這個若基哉一種 是的 觀眾朋友 我是郭暴通 愛於場地的專心 此次的比賽是採取 計時制的在一定的距離內 看誰抵達的時間比較少就獲勝 好的 現在要由浩翔主 首先來挑戰啦 阿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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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了... 10秒... 18秒62 18秒62 中間我們好 恭喜冠軍隊友就是浩翔成縣 現在我們中間好了 真的不會有默契 不辛苦 才會辛苦 還沒啊 還沒比完啦 是的 看得出來 我們的天團組是相當的沒有默契 接下來要比賽的 現在則是我們的攝影組代表隊 要出馬了 好 洛基攝影組 開始了... 開始了沒... 聽到什麼啊 拜託 沒有 一次殺害就開始犯了 銀場也沒有看到你這麼活潑啊 洛基攝影組隊準備好了沒有 好了 你看 有肝像嗎 沒有 你那... 你那... 沒有啦 我跟你講你們影輪仔也有 全部攝影組都有一人一個禮物 Ready 很快 你要撞到 不可以撞到 不可以撞到 他要撞到... 不要撞到 你要撞到 怎麼那麼快啊 你太誇張了啦 你太誇張了 怎麼那麼快 你太誇張了啦 又完了 幾秒 19秒啦 太誇張了 剛剛那邊給我撞了 硬硬硬的結果 Ready夠了之後 一直往前衝 幾秒快點 看一下 快... 過來... 幾秒二 三個 你們好弱 好誇張喔 你們 人家攝影組來回折班跑 都還贏你們 大哥一哥啊 你們真的是訓掉了啦 The winner is 洛基隊 Yeah 一人一個禮物 聖之父母 好有聖之父母喔 來... 現在講話大聲贏了 就大聲你看 大家看看他的正面目 說聖之的正面目你看... 你看 各位觀眾 各位先生先生 接下來你們可要睜大眼睛啦 剛剛我們在酒莊看到 沖沖一撇的杜羅河畔美景 現在就要完整的呈現給大家啦 各位 美麗的波爾圖耶 真的耶 我們在一個至高點 我覺得在此時此刻有一句話 我想讓它跑出來耶 走了三十幾個國家 這是我心目中裡面 最美麗的一個城市 這是最美麗的城市 當然說實在 它非常的漂亮 而且尤其是它河岸邊的 這一排建築物有沒有 對 你這樣子看 你會覺得 這一個小房子我要帶回去 這一個我要帶回去... 真的就是小房子了啦 我覺得這一個景色 連美麗這個形容詞 在它面前都相形失色耶 是啦 就是這一整片的舊城區 讓我們大哥直接拋棄了 他所鍾愛的威尼斯 讓這裡成為他心目中 最美麗的城市了 杜羅河讓這個城市整個充滿生氣耶 即使我冬天來我都覺得他 心目中最美麗的城市 怎麼會是這樣子 我覺得我非常感動 非常的感動 你很喜歡這裡是不是 就是這一片 它被聯合國列為世界文化遺址 就是這一個 我們眼前的這一個景象 就是這一個 我們真榮幸跟他站在一起啊 他也很榮幸跟金鐘獎的主持人 一樣站在一起 我跟他在這邊媲美 我們算是互相這個... 相互輩應啊 OK的 你真的很敢說耶 客人啊 這個杜羅河 貫穿整個波爾圖啦 把這裡分成了久區和舊城區域 連接這兩個區域的 則是壯觀的路易一式鐵橋 橋上是給電車和人走的 機車走下面吧 是啊 在我們身後呢 這個就是他們非常知名的橋 叫做Louis一號橋這樣子 它喔 也真是夠驕傲的 身為一座橋啊 它可以跨越杜羅河 是 而且它可以橫跨這個 舊城區跟新城區 對 對啊 非常驕傲的一個跨越 從不同角度看杜羅河派 真是怎麼看都賣錢耶 這個真的是好美麗的小房子耶 我想把它帶回去喔 如果這個時候 我有一個哆啦一夢 該有多好啊 這個時候如果能夠找到 有在賣小房子的紀念品 那該有多好啊 我想一輩子都擁有它 我看到纜車了 等一下我們就要坐在上面 既然這麼美麗 我們要從很多很多個角度 來欣賞它 從至高遠來看破 我就竟讓人夠感動的了 現在大哥還領時機 說怎麼要去搭纜車耶 杜羅河 咱們真是鑲嵌恨晚啊 我在破圖 卸購了我心目中 最美麗的城市 我愛你 我愛你 浩子耶 我在這裡 我套了一隻腳 大罐耶 你比較久 你還小罐耶 你大罐耶 你不一樣耶 喂 有感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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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 喝一口... 來 有感覺... 翻起來... 翻起來... 這辣醬是他們這一隻雞的靈魂 對 我們現在要來搭纜車 因為它太美麗了 讓我們變得極度貪婪 一次給它看到力 好 來囉 我們本來沒有要搭纜車的 對啊 臨時決定的 臨時起義啦 對啊 讓我們把這個 最漂亮的建築物 變成移動式的 漂浮在它上面 你看它 一個美麗的漂浮 波爾圖真的很了解遊客們 一定會無法離開那片 美麗的舊城區 所以他們才架設了這個攬車啦 而且車廂四面 完全都是透明玻璃 你要正看 反看 左看 右看 都買賽 完全無死角耶 這件事太美麗了 因為它有山區起起伏伏 雖然它的這個美棟房子 是平面的 它因為這樣起伏 構成一個美麗的立體這樣 九份 九份的房子 就是這樣子蓋上去的 所以它比較有立體感 對... 這個就類似那種感覺 只是我們九份應該太小了 這裡是整個大城市都是 所以差不多了沒 觀眾朋友啊 真的很抱歉啦 我們食尚玩家 在賣入第八個年頭 才發現原來葡萄牙這麼美 其實這次來葡萄牙之前 我們對葡萄牙沒有太多的期待 我想說 跟我們之前去了很多歐洲國家 是一樣的這樣 而且國內對葡萄牙的資訊 好少 少之又少 要去書局找書有沒有 書局也都沒有 真的耶 這一兩本而已 結果來了 它給我們的感動 比我們一起來多太多了 我允許我們各位觀眾朋友 你現在遲遲刻 趕快把你的電視機轉台 或是關掉 因為對一個城市的新鮮感 就這麼一次 你把它留給你 第一次來的時候 那一定會是滿滿的激動 在你內心裡面爆發 噴發 不過盡量是不要啦 對啊 這樣會影響我們的一些成績 大家有話好說... 千萬別聽大哥的給我轉走耶 除非你家的電視有3D 不然這個波爾圖的美好 你沒有親自來是真的 無法感受那種興奮啊 我們有看過賽納河 賽納 看過多瑙河 多瑙河 我們多瑙河在坐船 泰伍士河 埃及的尼羅河也有坐船 對... 真的 我發自內心 我告訴你 這真的是我心目中的第一名 我覺得太棒了 你有沒有其他的 你反駁我一下 拜託 你反駁我一下 快點 沒有 因為其實你剛剛 你有在討論這個問題 我也一直在想 對 如果真的能夠贏過他的 漂亮喔... 那大概是... 因為他是家鄉 對 而且還有牛肉湯 還可以滑個媽媽 照我的想像 我很感動 各位觀眾 我覺得很感動 太感動了 感動這兩個字啊 大哥差不多已經講了 100次了啦 朋友啊 鄉親啊 快點把葡萄牙列入你的 旅遊計畫第一順位吧 這麼漂亮的波爾圖 要是不給他收集到 人生真的是會有遺憾的 他這個纜車啊 整個就大概就五分鐘 就像生命中的美麗 任何美麗的時光 稍縱即時 你要好好的勁 抓住他 保住他 擁抱此刻的感動一定要 因為如果你一次沒有 擁抱珍惜的話 再來一次的話 就要再多花五歐 公斤耶 對波爾圖的感動 真的是也無法形容的耶 電視機前面的大家 你們真的要自己來啦 這樣就可以明白我們的感受了 欣賞完波爾圖美景之後 接下來是波爾圖美食 太好了 我們一定要嘗嘗道地的美食 對 它叫做 這旅遊書上面都這樣寫耶 Francerine Hall 詩答答的三明治 好妙喔 來... 網路上有很多的網友都超推 說什麼來到波爾圖 一定要吃那個 詩答答的三明治啦 我們店團難得都來了 怎麼可以錯過呢 而且你看看 這家店竟然在下午4點8 來前面就擠滿了客人耶 他們的三明治 肯定是很厲害的啦 Francissin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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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它不太講英文的 就是這裡 連在地人都讚不絕口 但是在三明治上桌之前 天團有聞到人家店門口 那個烤雞的香味 實在是太香了 他們忍不住 就先點了一隻來吃了 Francissinia 他說這是這裡最好吃的雞 最好吃的 下面都烤椒了 你看 而且是小小雞喔 看起來好美味喔 它這個雞肉好妙喔 你趕快吃一口 好 我剛剛第一口 吃到這個雞肉的時候 讓我感覺好像那種口感 好像是那種看火有沒有 旁邊的烏有沒有 整個烏得傷了 我覺得它那個皮不只是膠 是已經鬆散掉了 對 燒到脆掉了 烏掉了 對... 但是並不會覺得它難吃喔 它那個鬆在那裡 你覺得好妙喔 很妙 非常妙 然後它上面就是要抹上一層 薄薄的鹽巴這樣子 沒有其他多的調味 就是在地的料理 老闆有說啦 這個烤雞最好吃的方法 就是加他們家的獨門辣醬 這個辣醬是他們這一隻雞的靈魂 怎麼說 下去整個香味才會這樣子適應 一定要加這個辣醬 感覺不是很辣 太淡 非常淡 可以喔 聽浩子這樣說 阿翔也忍不住加了他子生 最怕的辣醬了 還加那麼多喔 你是豁出去了嗎 好奇怪喔 等一下 很奇怪 是那個辣椒有雞汁的味道嗎 還是整個雞汁都被我吃到了 就是說它會催化出它的香味啊 真的耶 好好吃喔 對啊 那個辣椒好 這個辣椒好 還原它的美味 微微的辣而已 沒有太辣 好吃... OK 好的 但是我們不是要點什麼 四三明治嗎 沒有關係嘛 Bl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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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團啊 請問接下來 可以進入正題 吃辣辣三明治了嗎 還一直給我吃烤雞是怎樣啊 大家有沒有覺得很奇怪 不是 我們剛剛說要吃 吃辣辣三明治什麼 到現在都還沒辦法 一直在吃烤雞 人是什麼 什麼樣 就是找錯餐廳的嘛 做這麼簡單嘛 那有什麼關係對不對 我們卸購了一個非常美意的 下午而且認識這麼多好朋友 這些都是我們的好朋友了 現在 最主要是喔 這一間雞的雞喔 還算不錯吃喔 這個誤打誤撞 誤打誤撞啦 一個美麗的錯誤多麼美麗啊 來 訂這份美麗的錯誤 來 Bl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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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旅行總是會有一些意外啦 不過這一次走錯餐廳 算是意外收穫 找到了一家超好吃的烤雞 看完了美麗的波爾圖美景之後呢 接下來要享受波爾圖的美食 Yes 當地的傳統美食絕對不能錯過 對 我們要來吃這個在地的 斯達達三明治 很奇怪耶 很多書上還是部落客 都會介紹斯達達三明治耶 它叫什麼 Francirline 好啊 而且更奇怪的是 我覺得我們這一段 好像剛剛有聊過有講過 是你被波爾圖的美景衝昏的頭 那是你自己的問題 對不起... 那我們趕快來吃吃看 我只有一個要求 希望進去不是烤雞 各位觀眾 波爾圖最傳統的斯達達三明治 這一次真的沒有呼嚨大家 真的要來囉 斯達達三明治真的斯達達耶 我上面不知道您那個什麼耶 對啊 我的是斯達達的大香腸 你這個是大香腸嗎 你這個類似那個什麼粉條的 粉條 對啊 香港的粉條 你這個也像粉條啊 外面起司 說實在的 這是我看過最有氣質的三明治 最有氣質的 剛剛他們... 而且它做過程非常繁瑣耶 對 然後最後還要給它披那個披肩 它先烤下面的麵包皮 對 跟一片肉 它這樣壓縮它喔 對... 然後它放蛋有沒有 然後旁邊再放 這個不知道是什麼 然後給它披披肩 氣死之類的吧 最後再給它淋上一層 不知道什麼東西 斯達達三明治 這一次沒有錯了吧 對 沒有錯了 波爾圖的三明治 真的是斯達達是不是 起司... 這是一個非常美味的牽連 這邊有餐肉 這邊有火腿 這邊是剛剛被擠壓的吐司 然後上面是起司 這樣你捲起來啊 OK... 來囉 斯達達三明治 這三明治整個也太豐敗了吧 我知道它淋上去是什麼了 是什麼 它竟然這個淋 自然 自然 不是蒙古烤肉嗎 我好想吃吃看 因為它上面淋 有這個肉片跟吐司 還有起司跟蛋 是我最喜歡吃的 很像我早餐想要吃的東西 怎麼會這樣 怎麼會是蒙古烤肉的味道 對啊 那是一位店家的肉片啊 有用孜然去醃漬過啦 我這樣子吃 吃它的薯條 是沒有的 它比較像那個辣醬 我覺得它是一個非常豐盛 然後裡面什麼都有的 一個三明治 有餐肉 有火腿 有起司 然後淋上這一層醬 然後它的吐司邊 又給它這樣壓一下過 脆脆的口感 這個脆脆的口感非常好吃 我非常欣賞 沒想到我們在波爾圖 不但看到了美麗的河畔風光 還吃到了這麼特別的三明治 真的是太爽快了 食尚玩家在這裡 真的要再一次強烈的建議大家 葡萄牙你一生一定要來一次啊 下禮拜天團跟普龍 團隊就要前進熱情的西班牙肉 我們接到不同的城市 對... 告別的發抖 告別的憂傷 整個熱情的 我們人像奔放 我們狂野 浪明哥 我相信大家很期待 我們帶來這精采的表演 這裡叫做賽哥維亞 賽哥維亞是為什麼 就是為了這個 為了這一個 對 有沒有看到 下一下... 這樣一下就給大家看到了 就為了這個 你看 我好像好好吃喔 那個摧桿太厲害了 那個摧桿 你幹嘛... 你不要... 你幹嘛... 你幹嘛把它摔過來 What are you doing 來 預備 最後天團也為葡萄鴨之旅 唱了一首歌啦 我們打招呼這次MV 跟大家說晚安囉 拜拜 我們打招呼這次MV 打招呼這次MV 樓上的窗口 都是安倍老太婆 黃河的外衣 聲音喉嚨嚨 沿著船巷弄 沒有華麗的外國 只有籠籠人情味 不用害怕消費 親切的價位 一直想讓走一回 LALALA